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人鱼开拍时间已定无名网播定档,王一博不需要被塞饼。 在整个内鱼都在关注王一博的资源之时,无数营销号给他塞饼,从电影塞到电视剧,从小说改编塞到原创剧本,从古装偶像到乡村振兴,没有这群营销号们不敢塞的。 可营销号们塞饼都是建立在王一博已知的人鱼没有开机消息的情况下,的金色征途开机时间在1月上旬,按照一般电视剧的拍摄周期三个月来算,那么他在4月底5月初就应该能够结束拍摄,那么营销号们给他塞饼在时间上是碗里的。 那么依据无名的宣传来看,王一博大概率会留下一周的时间来进行录演宣传,而在影迷观影的时间里自然可以进新组,等到热烈上映之时,王又请假进行宣传即可。 如此,当结束金色征途之后,只要他的资源合适,在结束了《长空之王》宣传之后完全可以做到无缝进组。 而金人鱼的开机时间已经定了,预计在今年7月份开机,作为早就被定下来的演员,王一博是一定会参与人鱼拍摄的,那么7月份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营销号们给他塞饼的时间自然是要打乱了。 而对于王一博的粉丝们来说,本着多多益善的想法,自然是希望他可以多进组拍摄作品,可如今王一博的存货已经足够多,而且都堆积在今年。 吴明在大年初一就已经上映,并且在4月8日就要全网上映,到时候这网播量自然也是大家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上映之初就有诸多电影从业者和电影学院老师对赞美颇多,希望可以早日网播自己可以逐针拉片细看,他们也可以得尝所愿了。 所以啊,对于王一博各路营销号们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个男人还是很有事业心的,都是任务据居多,被靠官方,不再涉及别人想要逃离的古偶,也不会神隐多乐部出现。 每次杀清一部作品最多休息半个月,期间还会进行多个合作品牌的物料拍摄,大片完成,随即就是马不停蹄的进心组,即使那个资源没有开机仪式,可从带拍的路透中不难看出的辛苦,日常15个小时的工作是尝试。 王一博有着足够的理智去面对分支踏来的剧本资源,作为一个可以扛起票房,扛起收视率,扛起热度的影视演员,不缺好剧本,也不缺好资源,不需要营销浩门塞饼。 毕竟他可以在拍摄《无名之时》就让承尔为他定下《人鱼》的剧本,这份信任也是其他艺人所得不到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